2022年1月5日 持余晨庆母亲张振芬90大手 孝子余晨庆特意在五星级酒店为母亲庆生 现任妻子前主持张嘉欣和两个小孩罕见露面 同时著名主持人张晓燕普学亮也一同出席 从爆框的照片来看 余晨庆一家人起乐融融 其母亲张振芬体质优雅 同时也透露着丝丝霸气 丝毫看不出已经90岁高龄 据台媒报道 在张晓燕出现之前 张嘉欣一直搀扶着自己的婆婆 而张振芬因为赢能进的关系 一直被台媒形容成为一位恶婆婆 但对张嘉欣喜爱有加 说起于晨庆的母亲张振芬来头可不小 张振芬出生于1931年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校 后来逐渐成长为国宝级情聚名联 之后张振芬嫁给了余晨庆的父亲余恩西 他不仅做过严草生意 后来还一度当上昆明市长 现在的老宅余宅已经成为了云南旅游景点 余晨庆1961年7月28日出生于台北市大同区 毕业于台湾台北科技大学 从小余晨庆就对唱歌十分的感兴趣 毕业后便开始了从事唱歌事业 1986年余晨庆发行首长专辑 《伤心歌手》而出道 之后凭借歌曲《让我一次爱个狗》 获得了大众的关注 还获得了第十二届直达中文金曲奖最有前途新年奖 1994年余晨庆与张晓燕联合主持综艺节目《超级星期天》 之后还凭借着《超级星期天》 获得了第35届金钟奖综艺节目主持人奖 余晨庆算得上是歌坛 主持乃是影视夺席发展 但他最出名的还是于宜能静的婚姻故事 宜能静1969年出生 因为家里的兄弟姐妹多 家庭条件并不是特别好 加上后来父母的离异 伊南静从小就特别没有安全感 而且自尊心也特别的强 但是伊南静在文学和音乐上确实很有天赋 所以后来受到了著名音乐人刘文贞的上识 1985年 伊南静和年龄相仿的方文林 邱海静组成了少女组和飞音三人组 并录制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 19岁的最后一天 成为了一位职业歌手 1986年 18岁的伊南静对爱情充满着憧憬 此时刚好认识了大自己8岁的歌手于成庆 当时才华含义 幽默风趣的于成庆获得了伊南静的芳心 于是然而开始了长达14年的爱情长跑 伊南静和于成庆走到一起 在当时被誉为娱乐圈的锦童玉女 但这段恋情却不被于成庆的母亲张振芬看好 在她眼里 伊南静的出身压根配不上自己的儿子 甚至有传她还以小歌女称呼伊南静 后来于成庆一家移居台湾 也堪称背景雄厚的文化豪门 张振芬自然对于生长于单亲家庭 CM改嫁到日本的伊南静有些轻视 不过于成庆最终还是与伊南静走到了一起 2000年2月14日 梁在美国注册结婚 婚后的生活也很甜蜜 但于成庆和伊南静的婚礼 没有得到于家的祝福 据说到场的嘉宾只有寥寥几十人 这和当年于成庆在台湾乐团的地位是毫不相配的 按理说搞个世纪婚礼都不为过 然而结婚是一时之事 生活却是长久之事 伊南静和张振芬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伊南静形容自己慢慢的失去了自我 于家的生活是极度规律的 几点起床几点开电视 电视节目的内容几乎每天都是固定的 这样的生活让身性活脱的伊南静难以忍受 后来伊南静在自己的书里写道 于成庆只知道爱她 却没有帮她找到悬泻的窗口 除了被各种的约束 于家对伊南静一家更是明面上的看不起 婚礼的时候伊南静妈妈可以出席 伊南静很高兴 她说平日里妈妈是很少有机会 可以和于家人一起吃饭的 还有一次伊南静的母亲看不过去了 向媒体爆料 说自己的女儿有婆媳问题 没想到这件事情 让于成庆受到了非常大的压力 于成庆对媒体说 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 而伊南静也尽力的维护自己的丈夫 说不需要外人多言 还要求自己的妈妈向婆婆张振芬道歉 对此伊南静的母亲非常的伤心 没想到自己为女儿带去了这么大的困扰 另一边于成庆的家人一言不发 这种明面上的冷漠与鄙视 可以说是赤裸裸的 虽然于成庆尽尽可能的忍耐 但是忍耐也是有限度的 当自己的家人一直不被尊重的时候 矛盾总有爆发的一天 当时整个唱片业不景气 于成庆为了坚持自己的音乐梦想 一直坚持在台湾主持音乐节目来提拔新人 对音乐十分的执着 伊南静同样是一位才华很艺的女人 拍戏写书当评委忙得不亦乐乎 失业也是做得逢生睡起 2002年于成庆和伊南静的儿子哈利 在美国出生 为了照顾儿子哈利 两人相互协调工作时间 当时只能其中一人离开台湾挣钱养家 剩下的人就留在家里照顾家人和儿子 有人说婆媳关系很难调和 但是有个重要的契机 那就是孙子孙女的诞生 当下一代出生的时候 原本不可调和的矛盾 可能都会变得果然开朗 他一部说 可能原来觉得不能忍的都变得能忍了 一切都为了最小的那个 不过儿子哈利的出生 并未能缓解越来越紧张的婆媳关系 这样性格叛逆 同时支持甚高的伊南静非常不爽 于是他尽量安排外地工作 以免在家中受气 这一位两人的婚姻破裂 埋下了伏笔 而且伊南静的儿子哈利 是一个有怪妇癖的男孩 关于哈利的报道也不少 他喜欢穿女装 也喜欢女性化的妆容 对于哈利的这种性格爱好 父亲于晨庆和母亲伊南静 都选择了包容 觉得他做好自己 对自己负责就行 然而 非常传统的于家人无法接受 特别是奶奶常振分 他看到孙子的这种偏向 也尝试纠正 但是纠正换来的却是更大的叛逆 孙子哈利直接投奔自己的母亲 现在每次回台湾 也都说就在伊南静的家里 不再回奶奶家住 张正芬本来对伊南静就不满意了 现在哈利是这个样子 他就更难受了 最后伊南静也再没能生个孩子 2005年或许是夫妻两人长期分隔两地 聚少成多 加上当时伊南静在内地事业发展的逢生水起的原因 他的内心开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渐渐的感觉对压抑在心里持几年的感情越来越不满 和于晨庆之间的隔阂也越来越大 当时两人就频频传出了离婚的消息 很多人都认为 当年于晨庆和伊南静离婚 是因为伊南静和王维德的前手门事件 然而多年以后随着事件的真相曝光 似乎并不是这样 2008年10月11日 王维德被媒体拍到和伊南静实质紧扣 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前手门事件 然而这件事情有点诡异 因为王维德、伊南静以及于晨庆都表示不存在越轨 但因为当年的伊南静一直作风比较大胆 和小鲜肉的各种绯闻满天飞 因此绝大部分人都认为事情是真的 也都认为这是于晨庆和伊南静离婚的原因 然而多年以后有知情人爆料 这件事是王维德和伊南静的内地经纪公司故意炒作 想通过此事来提升两人的殖民度 这件事情也不是空穴来风 2006年的时候伊南静和黄维德签约了同一家内地经纪公司 据说事件爆发后 黄维德还曾到公司大闹一场 多年后 黄维德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示 事情已经过去了 但是当年自己确实是受害者 前手门事件疑点重重 至今出了一张前手照 媒体再也没有找到任何的其他信息 不管事件的真假 于晨庆确实很爱伊南静 他选择相信自己的太太 两海一同去北海道旅行 但是于晨庆的母亲张正芬受不了 他觉得自己一辈子都活得有头有面 对于他来说 伊南静的这些负面新闻 只有是败坏家风名声 事件曝光后不久 张正芬就要求儿子和伊南静离婚 而于晨庆又是出了名的大孝子 在母亲和太太之间 他选择了平仇母命 所以仅仅9年后 这段金童玉女的婚姻就走到了尽头 2009年41岁的伊南静 通过华谊兄弟经纪公司 正式发表了和于晨庆的离婚声明 哈利的抚养圈给了48岁的于晨庆 曾经线上旁人夫妻俩就此分道扬镳 所以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于晨庆和伊南静离婚 黄维德和伊南静的前手门事件 的确是导火索 但是真正让于晨庆和伊南静离婚的公园 还是两人远身家庭的差异 一个是名门之后 一个是被父亲抛弃的孩子 而婚姻从来都不是两个人的事情 在这件事情里 张正芬显然起到了退守作用 他一向都看不惯自己的儿媳 还不喜欢自己的大孙子 前手门事件爆发 他也无法忍耐下去 着急逼着自己的儿子摊牌 张正芬不喜欢伊南静 其实也是人之常情 而哈里的第二任妻子张嘉欣 却恰恰是张正芬心中的理想儿媳 张嘉欣或许很多人并不知晓 实际上他出生名门 家中两个姐妹全是名媛 一个嫁给了豪门少爷当阔态 一个担任过王力宏MV的女主角 相比之下 张嘉欣别人的名气并不大 出生于1975年的他 12岁那一年便到瑞士留学 精通中英法西班牙四国语言 是妥妥的高智商学吧 从英国白金汉大学饭店管理系毕业之后 他选择回国发展 曾在某五星级酒店担任过特别助理 最后进入一家电视台当主播 而他和于晨清的相遇 完全是场巧合 那天他硬朋友的邀约 参加一场食人聚会 发现于晨清珍珠的角落里发呆 在共同朋友的介绍下 两个人就这么认识了 虽然张嘉欣不是于晨清的歌迷 但能见到大明星的他 还是十分高兴的 便主动过来找于晨清攀谈 没想到两人意外的合拍 等到聚会结束之后 他们互相留了对方的联系方式 依依不舍的道别 第二天 于晨清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 邀请张嘉欣出去玩 没多久 情投意合的两人 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很快就有媒体拍摄到 他们亲密外出的视频 恋情因此曝光 而情到深处 于晨清也直接给了张嘉欣一个名分 与他携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一切顺理成章 虽然张嘉欣年龄大 又不符合婆婆的审美 但现在出生名门且快小听话 比伊南静会讨婆婆的欢欣 婆媳关系相对比较融洽 更何况结婚没有多久 40岁的张嘉欣便为于晨清生下了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更让婆婆对他刮目相看 他对孙子孙女也非常的宠爱 张嘉欣在结婚之后便辞掉了电视台的工作 安心在家里面享福教子 日常形势也非常的低调 婆婆自然也挑不出其他的错来 言归正传 今年是于晨清的母亲张振芬女士的90岁大寿 祝贺老人家幸福安康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在评论区告诉我你想知道的明星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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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